一次吵架都沒有啦 甚至還哽情缺了越好 我樓下我現在鏡子 我有貼一個 鏡子可立鏡目 今年59屆嘛 對 47屆 是我跟BOOM哥 得那個主持人獎 49屆 是超級人為得最佳節目獎 所以等於是隔10年又再度 對 敲金這樣 很多人都中間都忘記了 所以看到節目播出 欸這是重播的嗎 而且這節目很長壽 它是一個系列嘛 它從黃金越總會到現在 20多年啊 我跟可莉姐POOM哥 你們三個人的默契 你們中間有或磨合 或意見不合嗎 其實我們三個人 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真的 完全都沒有什麼叫氣 一次吵架都沒有啦 甚至還哽情越來越好 像可莉啊 她去主持那個 阿姐萬歲啊 說妳怎麼辦 我說這個怎麼辦 我說妳要不要有錢嗎 幹嘛妳去領錢 我在這邊出點子 妳什麼意思 她已經被人家找去新加坡 馬來西亞去 去那個外場的活動 都領現金 領美金的 還有打電話回來說 那個誰怎麼訪問 妳要給我錢嗎 然後經常看到我 今天跟我掛了一個佛珠 然後就告訴我說 蛤那個是我的 然後硬要拆走耶 我樓下我現在鏡子 我有貼一個 鏡子可麗進入 那最近有幫碰哥車嗎 欸最近碰哥 脾氣太來耶 我覺得她的大機會要來 你知道有一天我們錄影 錄到一半 我們要回去送她回家 就在松山附近 北宣武的 她說 那十二點了 沒有問人家看好了 我說不管 這邊有訊號來 我陪妳去頂三個山鞠躬 就去 我自己都感動 我那個神的力量好大 我說我用貴的 她說妳腳趕不穩 我是她的徒弟 我今天可以幫我師父多求一個願 我就跪下去幫她求 碰哥也看我跪下去 她也跪下去 然後她自己也很認命 她說 她最近為什麼海峽兩岸 一直飛來飛去 對 她其實就是 希望透過某一個能工作的 一個善循環 正循環的能量 能夠為未來 帶來更多的機會 但是妳沒去做就沒機會啊 她工作變多了 對 至少她有事情在做 其實過去這兩三年 妳也知道 碰哥是在一個最辛苦的狀態下 是 甚至有時候錄影錄到一半 我覺得整個人就要出神入化了 對 好像不在節目裡面 是 我跟可莉兩個人說 欸 待會我們大聲一點跟碰哥加油了 碰哥加油 我們都希望她能夠繼續撐下去 當然